名额就剩一个了 一个了 就剩一个名额了 这个名额之后就要进入复加赛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演员 能不能拿到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掌声欢迎和广志 广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老师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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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知道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 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挂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 哥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 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 哥不行 这个价格 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 郊区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 知道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 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我就赶紧去网上 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 肺活量大的朋友 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的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吱带喘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 多看两眼 他们说 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旁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说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就是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正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 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挤 但是每一个人 都坐下来呀 你再说 人是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在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 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 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 就是 那个沙发 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 看着沙发上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了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是吧 这感觉是你们 谢谢谢谢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点燃了 把场子点燃回来了 来吧 兄弟 好 兄弟 上来了 上来了 来 真的是 广志每年都越来越棒 房子太大 悲伤不起来 什么喊什么 大王是不是 冠军了已经是吧 强这一段是强 一个72平的房子 说出个姑父公的感觉 真的是 感觉是有钱有房 马上开银行 马上能开银行 广志银行 人生辉煌 这太好笑了 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是挺大的 但是你原来叫我们去 真的是洗甲权的 没有 我叫你们去之前 其实我叫了 那个除甲权的公司 去除过了 我现在很难相信你 这段是我笑得个眼泪 我觉得那个八米 特别动 悲伤都治好了 对 他还要先酝酿我 不是悲伤再去洋谈 对 心想没嚷 然后我还有八米 就这个感觉 就真的是他的生活 突然间换了一个房子之后 给他的触动 他写的这些都特别真实 特别打动人 我们那个广志是72平是吧 差不多 我们来采访一下 智盛啊 我记得智盛 我上次问你的时候 好像还是20多瓶是吧 只剩他们家小一些 小一些 我这不是也不招人去做客吗 我这不是 你也就天天去别人家做客 对 你还没搬呢 没有 20瓶足够我悲伤了 20瓶 都不 你们有想过你们合租一个这种吗 也能省点钱 他不愿意多出钱 我不愿意给他评味分 怕人传闲话多 是吧 我们俩都很危险 想让我们恭喜何管志获得四当 成功晋级 这一季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我要在初维赛演一个完美的五分钟 然后今天我觉得演完了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我就是演出我想要的效果 广志特别好 我很替他高兴 也很替自己担心 广志今年一定是冠军 我把话放在这里 如果广志不是冠军 我就把这句话再拿回来 哈哈哈 好